唐鳳您好,我是Cinney, 然後這位是Loki, 我們都是網路時代的一些創業者這樣 那其實我們今天想要問鄭偉寧一些關於交友相關的問題 因為不知道怎麼稱呼鄭偉寧 通常都叫唐鳳 一二人稱Audrey AU都可以 好啊好啊,其實我們現在做一個平台叫Meher 那Meher其實她的來源蠻有趣的 就是我自己身邊有很多跟我一樣 大概二十七歲、二十八歲 在職場有一些工作經驗的女性 那其實就是他們都會有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他們其實很想要交男朋友 但是都一直用到適合的優質對象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想說 我認識很多優秀女士 然後剛好那時候跟Loki聊到 她也認識很多優秀的男生這樣 所以我們就想說做一個還蠻優質的平台 然後特別是為女性為核心的族群 提供這樣的服務 然後我們都有辦一些線下的活動 這樣子 對,那其實我們今天來也想要問唐鳳 你有沒有願意幫我們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實際安裝一下這樣子 對,那它其實還不是一個APP 因為我們就覺得現在市面上其實APP充斥嘛 超多的 超多的 隨便就大概20種 對啊,就是包含Focus在亞洲去 然後台灣自己也有APP 然後美國也有 那我們現在還沒有打算直接做APP 所以你們做的都是點魚面對面的活動 對對對 應該說就是我們確定 這是一個我們會做Deading Service 因為其實這件事情還是本質還是人跟人之間的聯繫 對 那但是現在很多大部分APP的商業模式 其實是沒有那麼care 就是每一個個體的樣子跟整個社群的樣態 所以我們現在是以線下為主 然後等到線下找到一個模式之後再到線上 那還好我們把疫情控制住 對 不然你們一整年都沒有生意 對 然後 而且我們其實線下活動 然後我們都會經過就是 就是目前就只能人工篩 我跟Loki就是研究的篩選 然後通常也會問一些背景資料 這樣子 然後問他們喜歡的對象的領域大概是哪些 然後我們就是線下活動的媒合成功率 就是後續他們還有繼續follow up 然後互相喜歡大概有三分之一 所以就是你們兩個人 對,目前就是我們兩個在一起吃 然後昨天也辦了一場活動 在一個就是木月祝福店一個小酒吧這樣 大概四十個人才 所以人家是用類神經網路 你們是用神經網路 你們是用神經網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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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今天想要做一個簡單的訪談 然後我們是要訪奉您 那麼方便讓我們錄音 可以啊,你就錄啊 因為我們也會錄影 好啊 我們也會po到YouTube上 好啊 那我們大概會進行就是 因為Loki會主要進行訪問 對 然後我們希望去問鄭偉 就是一些現代年輕人的 您的觀察 然後現代年輕人的交往問題啊 情風問題 或是一些小字話的問題 對 然後再來還有就是Macher的建議 以及就是對唐鳳林的那個 自己個人的想法 所以OK好 我會注意發音 Macher Macher 所以T不發音 OK 對 OK 那Loki我們可以開始了 好 我們第一個問題 可以 就是我們想要先談一個 就是這個世代有一個共同的問題 就是 其實現在所謂的90後 都是所謂的數位時代的原作 那其實現在網路科技的發達 嗯 它這樣的轉變就是 大家對於 就是 愛情觀加愛情觀的婚姻感 其實都在 在一個裂變的過程 然後其實也有不同的困境 那你對於 那 Audrey你對於這一塊就是 呃 大家目前就是 越來越 越來越想依賴網路 就是螢幕 如果滑了不會動絕螢幕壞掉了 對對對 那在這個呢 實際上人員之間的 這個交往 嗯 甚至進步的交往 嗯 都有 其實有現在的困境 對阿 對於這件事情的感覺 我看法就是 現在大家覺得鄰居 就是用類似主題標籤的人了喔 而不是 就是 Literally 住在旁邊的人了 所以大家對於 相靈感的感受已經不一樣了 對 那所以也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絕大部分的互動 按照台灣這邊的話 因為我們寬屏是雙向的 而且是499吃到飽 雖然不是政府政策是一個意外 但是它就是499吃到飽 所以大家會很注重那種即時的 特別是視訊的 這類的溝通 那不管是視訊的通話 或甚至AR、VR 或至少就是錄一段音 或者錄一段影音 然後讓別人之後來看等等 那是非常的有表現力 那在其他的地方 就是你每多用一個Megabyte 還要收你錢的那些地方的話 那還是以文字 或者一些簡單的圖片為主 所以我覺得台灣這邊它是 確實是好像我的鄰居 雖然不是住在我旁邊 但是我可以看得很清楚 也可以聽得很清楚 這是台灣的一個特色 那可是其實在這樣的情況下 可是因為即時性的東西 算視訊跟直播這件事 大概越來越普及 可是我們在過去的田野調查 也發現一個就是大家 其實重度依賴社群人體 甚至是通訊人體的這種情況下 其實實際上的交友權是縮小的 因為尤其是我們這種 軟體科技業的人 大概有超過12小時的 都在工作上 那就是交友圈縮小的情況下 它其實有擴展其他生活面向的關係 其實是相對更困難的 你的意思是說 比方說要約人一起去吃晚飯 或者看電影的時候 配用的人數的那個破會變少 對 因為大部分的人說不定跟你是很好的朋友 但他在澳洲 根本就不可能跟你去吃晚飯 是意思是這樣嗎 對 然後已經就是拓展新關係的客人 對 因為他在澳洲 對 或者是就是 因為其實認識的朋友大部分都是工作室 對 然後很少跨離 跨離域的一些活動 對 對 對 因為我自己從小就是這樣 我最好的一些朋友都不在台灣 所以這個對我是很很正常的 那我有 也是在二十出頭的時候 大概二十四五歲吧 我就是一年去了二十個城市 就一個一個拜訪我的這些好朋友 但是以前都沒有見過實體見過面的這樣 都是網路電話 然後視訊 對啊 對啊 當時視訊的品質還比較差 所以就是音訊跟打字 那針對這些關係 因為其實開展關係的關係 初始的那一步 也是我們目前繼續想解決的問題 那比如說歐瓊 你對於這些不同城市的朋友 最一開始是怎麼跟他們認識 你是怎麼打開這些關係 其實大部分都是亂入 就是說 好比像說看到他的一篇論文 裡面有一些我覺得有問題 其實是我的認識有問題 但是我覺得有問題 我就寫個信說 你這篇論文有問題 或者是說 有點像 因為我是做自由軟體 所以他做的那個語言 跟我做的這個語言可能不一樣 那在爭取大家的mind share 就是想要來用pearl的跟用python的 那我們這邊就一支書 對那所以後來 因為python後來變得很流行 那所以只要有python的人來批評pearl 我就會寫一封email去邀請他參與pearl的開發 那這樣子也會認識 有各種各樣的方式 但大概都是有同樣的purpose 有同樣的目標或使命 但做法可能不同 那做法不同 就會彼此切磋激盪 甚至吵架 但是不打不相識嘛 這樣認識的 所以這部分都是因為就是有同樣的興趣 對 然後真的同樣的主題 然後來做交流 對 不管是研究的興趣 或者是一些愛好 好比像說 我會蠻喜歡看特定的科幻小說或奇幻小說 那喜歡這些的也會在網路上有社群嘛 這是一定的 對 喔 by the way 就是我自己也之前有寫過pearl 對 對嘛 所以覺得是蠻好用的 對對對 只是太古老 對對對 已經類似拉丁文的這種狀況 對 非常的優美 他會講的人沒幾個 對 ERL這樣編大 對對對 是的 我之前大概花一個禮拜學 是是是 然後後來就直接一直在用pearl的寫作要護 是是是 很高興 好 所以 如果說要給建議的話 因為其實我們這邊和政府的朋友就是工作 然後就頂多是有在 好一點會做side project跟進入其他的學習性設施 meet up 什麼 對之類 但是他相對上就是 嗯 那種會處於一個比較工作上的狀態 就是會展現比較專業的 可是如果 因為我們畢竟還是比較有平台 那 你說那樣不會促進生育率 對 對 對 其實我們想問這個 比較進階一點的問題 可是之前在pearl社群也是辦很多活動 那 那些活動就會留一些 晚上大家去喝酒 等等的這些時段 那些時段想必就促進了生育率 這個我也認識很多 社群朋友是這樣子 就 對 就生小孩的 對啊 所以也不一定是那麼 就是 截然二分吧 主要還是有沒有留social的時段 然後 了解 那我也想要問唐鳳對於dating app 你的看法 因為其實現在年輕人就是 真的要認識朋友 然後他們就是一開始會覺得很懶惰 然後就下來dating app 然後下來完之後就覺得又很無聊 因為那些人都很奇怪 大部分 可是沒有到那麼多 對 但可能也是因為他有時候會隨機 然後有時候用比較客製化推薦你 對 對 我二十出頭到處逛城市的時候 我有用一個dating的網站 因為它是雙用 它可以就是找到跟你興趣類似的人 也可以找到跟你互補適合發展感情的人 叫做OKCupid 其實還蠻有名 對 那我為什麼會認識那個網站 是因為我看了他們的就是paper 他們有一篇演算法講 相比子溫問題怎麼樣做到dating等等 所以就是我是出於興趣去研究那個網站 所以我是有一些使用的經驗沒有錯 但是我不會把它變成好像說一直滑一直滑 因為第一個當時根本還沒有什麼可以滑的手機 那第二個是說 當時大家還是覺得花比較多的時間深入的討論 而不是說好像每一個人只花五分鐘 花五分鐘 它不是speed dating OKCupid它的文化並不是speed dating的文化 speed dating我自己沒有經驗 所以沒有辦法回答你 嗯 了解 那當您在用那個OKCupid的時候 是想要找旅伴嗎 還是當地的 都可以啊 都可以 因為它是很開放 它就是問說 你在意哪些事情嘛 一開始都會問說 你相信有神 還是沒有神 對不對 對 對 之類的 那很多啦 就是很容易被踩的地雷嘛 大概都問一遍 對 那你也可以試著就是分享更多的問題給別人問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蠻有趣的 就是你對什麼東西最在意 因為你回答之後 你還要多給它一個演算法的參數 就是我多在意我的朋友或我的伴侶的回答跟我一樣 對還是其實我完全不care 還是我就是喜歡一個跟我完全不一樣的 嗯 就是負的權重 這樣也是可以的 對 就是不知道可能比較挑戰性吧 這樣 所以我是覺得它是很廣 就是它一開始進去的時候 並不是說你一定要有什麼目的性 只是回答一大堆問題而已 這樣 所以那唐某您在那就是使用過程中 有遇到就是很聊得來的朋友 有啊有啊有一下 有一下 然後到現在還有點過 到現在就是多多少少吧 可能一兩年聯絡一次這種算的話 對 了解 沒有趣 因為我有認識蠻多美國的朋友 他們之前就是在聽著他們認識他們的結果 或者是OKCupid 對 然後或者是其他的 對 但是那個其實都是 他們經過非常多鎮痛期 因為你可能大概一百個人裡面 然後你只要有一個真的比較了得來 然後那個人然後再約出去見面 而且事實上都是在不同國家 所以我除了在巡迴這些城市的時候 可以說不定約出來聊一次兩次 那其他也還是純線上 所以對我來講都是以純線上為主 了解 即便是沒有當初的視訊跟音訊 就是只有音訊 有一點點視訊 就是視訊解析度很差 對 然後那時候那個共比 就類似Google Doc 那個技術也才剛發明 所以就是在很早期的時候 那這一塊就是在所謂的 那這一塊就是在所謂的 因為現在越來越強 這個User Dreaming 那這個在真實感 以及實際上的心靈開放 因為這是有點雙邊的 因為其實現在太多 很像真實的東西 但是其實有些越假的東西 做得越真實 就像現在教我人體上面越來越多 對啊 合成照片啊 對啊 那這也是就是每一個 時代下的科技影響的 對啊 交往的關係 對啊 那所以這樣聽下來 剛剛的質疑比較像是 還是要用問問題的方式 更開放的精態去 去approach不同領域的 對 因為就是說 對方覺得重要的事情 跟你覺得重要的事情的那個交集 才是一段比較長期關係的基礎 那但是如果你不是先 如果用design thinking來講 不是先discover 那這樣子你急著收斂 急著define 那也許就那個面箱會變得很窄 嗯 但在discovering的階段 可能大家都會遇到很多瓶頸 對啊 一定的 嗯 對 嗯 要解 嗯 哦對 所以想要回扣到就是 我們目前在做的這件事情 對 就是 因為我們兩個是 都是軟體科技的人 他是pm position 或是close head 然後 所以我們目前在探索這段 也是以軟體科技 或是網路創業圈 為發散的一個點 那 因為我們實際上 剛最初始收到的 收到的contact 大部分有一個聲音叫做 我這麼的努力工作 那麼認真生活 我覺得很優秀 但是我身邊就是優秀 然後我又想要教我的人 認識教我的人 就是太少了 嗯 所以我們發展出一套模式就是 呃 我們有 我們是以採取邀請制 以及非常嚴格的篩選 我我理解 我理解 對 那套我大概了解 對 但是因為這個 這跟 可能跟奧泉你剛剛講的 有點抵觸 也是因為我們非常struggle 的一部分 就是 究竟在社群上 有一個很嚴格的篩選 這件事情上 呃 因為我們知道你是主張 開放性社群這件事情 就是誰都可以來嘛 對 那就是 想問你對這塊的看法 不 我覺得這還不一樣的 因為我主張開放性社群 那講的是政策參與嘛 解決公共問題嘛 把口罩發到每個人手上嘛 那那這部分當然是 你就算只有五分鐘來出一個主意 我也感謝你 這一定是這樣子 但是你們要發展的是長期關係啊 這是完全不同的 對 所以我主張的開放性社群 並不是在說 長期的關係上面的這種開放 我在講的是說 共同創造的過程裡面 就算你只是路見不平 拔刀相處五秒鐘 我也感謝你 但是如果你是dating 只要五秒鐘就走人 這讓人覺得很沒誠意吧 所以應該是不同的事情 所以在這個基礎下 其實因為我們對於 不論是內在還是外在 光我們填完 我們那個問卷 可能就有超過十分鐘 就是大部分 哦 這commitment這個 對 很大 commitment蠻大的 但是也是因為 因為其實你要join一個 你信任感強的 要買就是你要付很多的錢 要買就是要付很多的時間 對 所以其實我們 目前recruit這樣的 member 還算是我們都希望的 同一水平 然後目前在透過 refer的方式 越來越擴大 你還可以付很多人買 另外一個方法 對 所以我們其實也一直在想 我們實際上的 嘗試的business model 跟營運模式 就是eventually他會 展成什麼 什麼的 什麼的 不過我是覺得這個問題 本身 他比較不適合用一種 好像快速成長的那種方法來做 因為快速成長的意思 也就是你大概很難cater to 你的使用者的快速的回饋 也會變成就是說 比較superficial 就是說 其實你看 Facebook在當年指服務 幾所大學的時候 他們的服務狀態 跟現在就是你怎麼申訴他 大概不太理你的那個服務狀態 其實你就可以感覺到那個不同 所以快速成長 他除非你這邊的就是experience 或者是customer success 這邊就是前端後端的資源都變得很多 不然的話靠你們兩個 怎麼想都不scale 所以我覺得主要還是回到說 你們自己感興趣的角色 如果你不是想要就是整天都是做customer success 那或許你應該適度的找partner 或者是out source出去這部分的工作 因為聽起來並不是你們就是 最喜歡認識上千個陌生人的那個狀態 對就是這也要看創辦人的個性 有些創辦人是他很喜歡認識上千個陌生人 他認識上千個陌生人他最開心 那這也是另外一個狀態 所以我不覺得這是一個單純創業題目 這比較是你們怎麼樣子你們自己比較開心的這個題目 其實因為我之前在新創圈 然後也有工作一段時間 所以其實我有認識一些新創圈的朋友 然後我們之後也有會跟一些線上的APP做合作 對 就像是辦一些聯名活動 對嘛 所以就是交給讓專業的來 對就是線上的channel 然後就有他們負責 然後我們負責線下的體驗 對對對 很好啊 對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說線下體驗 可以自己發展出我們自己的經營的線上模式 對 就像是可能consulting啊 或者是怎麼樣 更配合一些不同的測驗 怎麼樣 大家可以 我覺得這些都很好 我只是在講的意思是說 因為你們現在才兩個co-founder 對 那所以是在一個就是有軸就能轉 對 一個階段可以隨便轉的階段 對你一旦有employee 就沒有那麼好轉了 因為你一次轉你就要把employee這個 想辦法 對 重新訓練一下等等 對 所以就是說 我覺得要珍惜這個可以一直轉的這一段時間 不要那麼快就變成說好像某個方向 然後就開始hier人 對 就是先試到一個你們都覺得很ok的模式 然後之後當然就可以recruit 那就是你們的選擇這樣 那就是你們的選擇這樣 我針對這一塊想要報告你 我自己個人有 在於這一塊有兩個 兩塊上 就是 在我們都希望在好的預設決定的情況下 來去讓實際上 因為我們想要做出有別於其他app這件事情 或是datingapp的線下的service 去做更個人化的 讓每一個人都是舒服 而且是有收穫的離開 可是這件事情會有造成情況 一個是就是營運上 一個是因為 其實我們兩個都在VC放工做過 所以對我來說我覺得 我們現在是以線下為主 但是 我覺得有一個概念是 如果它沒有辦法自動化 它就沒有辦法規模化 就沒有辦法 對啊 所以我剛才想說這個題目是很不適合這種想法 對 對 那你如果硬要用這種想法 你就會把你的user壓扁 就是dimension就會變上 那這樣你本來的那個 就是differentiator就不見了 對啊 然後這是應運部分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是 我其實也很 因為 因為 講 就是本質上一點 我們就是要 我們的TA就是 所謂的 比較 精英階層的 我理解喔 我理解喔 可是我 我自己個人也會覺得 事實上是不是會有點 而且 嗯 又更多了一層隔閡 讓 因為其實 因為我其實也 之前也有參加過 其實社運 然後也是希望大家 不同 面向 不同背景人客在一起 嗯 交流 可是如果我們做這件事情的話 嗯 是不是在關係上 或是主權上又 嗯 更分化 嗯嗯 所以不只是一條龍 還是一條天龍 這樣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對 是這個意思嗎 對 所以就是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 我覺得就是 從小就天才到 那 嗯 但是你現在也在做開放鎮 所以你會跟 可能不是那麼敬意的人 就是讓 最suffer的人 我會去 就是最 remote的地方 對 嗯 就是因為 他來 我這邊的時間成本如果低 高鐵啊什麼 那就來了嘛 像你們來應該也沒有 那我花一整天吧 嗯 對那但是如果是 好比要在內地 也就是南投 那或者是說 在東部的一些地方 那就得我去喔 因為他們過來的時間 真的太高了 對 嗯 嗯 好 還是想問一下就是 呃 問政偉的問題 對 來啊 就是 就是 因為其實現在大家在討論 燒紙化這件事情 其實它是一個 結果 就是 它是因為就是 嗯 各種影響 它是一個最準的 結果 我知道 對 因為其實也有我們的 朋友在 開玩笑的時候說 欸其實你們在解決 燒紙化這問題 這些東西 嗯 那嗯 就是 以一個政府的角度 會怎麼去看 嗯 副成長啊 或是就是 晚婚 多分補育的 現在這個社會 我是覺得人口結構 它就是 它要下降 其實因為台灣人口密度有點太高 下降我覺得 不是一件壞事 但是就 如果它是倒降 那會造成很多社會問題 如果緩降 其實什麼問題都沒有 對 所以 所以我 我並不是覺得說 一定是 少子女化 per se 這件事本身是一個問題 是說 小子女化的速度 如果太快 那會造成一些社會問題 嗯 那這就好像是說 欸我們這個農村 如果人口外流 有些外流又回來啊 它又返鄉啊 它學到了 怎麼讓它的地方更好 所以它會回遊嘛 那所以 其實一定程度的外流 是必要的 不然它也沒有 往更大的社群的支持 那但是 如果就是 一夕之間 所有 18到35歲的人 通通都不在了 那 這個 確實出現問題 所以你不能說 推到百分之百 所以 當然我會覺得說 少子女化 它是一個要面對的情況 但是 它不要太險峻的話 本身 我不覺得是一個問題 那對於現在 年輕人 就是晚婚啊 或是故婚 可是因為壽命 也跟著增加 你按照比例算也沒有變得晚婚 因為以前只活到六十歲 現在八十都是很常見 所以按照比例以前二十歲結婚 對啊 那現在就應該是在 好比像說 九九八十一 對不對 二七歲結婚 對 對 現在 對我也是 我朋友都是結婚潮 對啊 可是那就是因為 那是他在人生三分之一的 這個位置結婚 對 因為他的預期壽命 後面還有三分之二 對 那想問 因為其實 因為其實大部分人還會 就是結婚焦慮這件事情 對 可能不會想像 其實是因為年齡增長 其實都還在三分之一 就是像我們這個 陸續續有結婚焦慮 對 那你會給這些人一些 什麼樣的建議跟方向 我的意思是這裡也分成兩個 一個是結婚焦慮 一個是結姻焦慮 結姻焦慮都是家族那邊來的 對 因為姻親是家族跟家族的結合 那在你們這一代都已經是登記婚了 在我這一代還有儀式婚的 儀式婚就是雙方家族各推派一個代表 但是其實他們結婚只是沒有去登記 也無所謂 婚姻是生肖 因為他們就算只有16歲的女生 也可以代表她的家族來結姻 這是以前是這樣子 那所以當時有很多的這種壓力 是家族給的壓力 那這個很多是跟 就是包含少子女化的這種焦慮 有點混在一起 對 那如果你的家族沒有給你這種 就是說傳宗接代 我們就講白了 的那個壓力的話 那只是結婚 我覺得那就是個人的選擇 所以我覺得唯一的建議就是這兩個要分開去看待 這個是蠻重要的 那我們自己私心還要想要問一些唐鳳您的對愛情 然後 請他請 對 然後 我其實其實自己很想問 就是唐鳳您覺得結婚這件事情對您來講是一個人生計畫中的意思 不是啊 不是 是因為就是 就是覺得結婚是一件很 很 兩個家 兩個家庭的事 對 就當然是說 對我這一輩來講 就是講婚跟婚有一點連在一起 那當然我的家人並沒有給我什麼傳宗接代的壓力 那所以我這方面好無壓力 那因為沒有壓力的關係 所以從結婚的這個角度來看 對我來講它就是一些權力義務等等 但這些權力義務我自己也可以用別的方式去模擬 我不太需要就是國家吧 給一個認證 其實這個就跟我想要讀什麼書 我就去研究所旁聽 是一樣的道理 就我還是學會了那一門學問嘛 教授也對我很好嘛 但是我不需要有一個碩士文憑 碩士文憑對我沒有意義 博士文憑對我沒有意義 這樣 那您覺得就是在尋找辦理這件事情 有沒有什麼樣的條件 當然我覺得還是需要是Hongo Sabiens 要是智人人類 所以唐鳳是那個腦性戀嗎 智性戀 這是一種講法 Sabiens當然是智性戀的意思 不過意思就是說有腦的都可以 但是當然就是說很多動物也有腦 但是我現在還不太能接受這樣 海吞什麼的 好 好 然後 小王 摩天倫好像 有電腦 有電腦 摩天倫是那個在南台灣那個嗎 不是 之前有一個 同婚的時候的一個梗是說 如果同性可以結婚 那人更 對象的時候會開一些條件 對啊對啊 像是直化的這些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但是其實在教育過程中 又是非常情感性的去 去進入這段關係 那也是直化的 那也是直化的 兩個都是直化的 那 可是其實大部分 就是一些普通人 其實像我們這些普通人 其實沒有辦法把感覺上這東西 那麼的直化 所以想要請教 你說無法描述出來這樣嗎 對 就是 欸你喜歡什麼 你覺得相處起來 只要看感覺 這種東西 所以 就是很難寫成五百字的作文 對 就是提問 就是想要請問Audrey 就是你會有這一塊 有什麼建議 因為我們的困境是 會開很多條件 自以為的條件 但是進入關係 又是靠 就是理性跟感性之間的 的腳步 怎麼去找到一個平衡 可是我要先釐清 就你說的直化 就是說可以qualify 對 就是可以寫成五百字的作文 或是一些條列式的 那個是量化 就是說你如果收入多少 身高多少 那個是量化 寫成五百字的作文 才是直化 應該說就是會有通知的直量化 但是我又喜歡就是 就是幽默風趣 幽默風趣 直化 這直化 對 就直性研究方法 可以去找到你所謂的幽默 到底是什麼意思嗎 但它很難量化 對 但是它還是一種直性研究 可以做出來的結果 所以你可以用五百個字 或者是用 我不知道一首歌 或什麼描述的 大概都是直性的資料 對 那只有說 是打勾 三選一 一到十 那個叫量化 所以就是研究方法上 這是很明白的 對 那當然就是說 無法直化也無法量化的 那就是 我們叫做Phenomena 就是你經驗到的現象 但是你沒有辦法對外表述 那確實也有 有這樣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 完全無法直化的很少 對 那 因為其實很多人在 進入一段 就是開啟一段關係 都會卡在第一步 對 那你會這樣 在這一個卡關的人 怎麼建議這件事情 我 我 我不是很確定你的意思 你說 第一步的意思是說 好比像說 去say hi 這樣嗎 到底什麼樣叫第一步 我對於它的想像 我對於我有一個 理想伴侶 有一個 對 但是我又不確定 它的 我 我要怎麼跟它 但是我實際上 不好意思 對啊 但是實際上 它入關係之前 它又沒有一個 覺得 跟底想中不符 然後所以又 卻步這件事情 我沒有聽懂 對不起 對 文法上面有聽懂 但是 語意上面沒有了解 沒關係 沒關係 我們跳下一個問題 對 其實我也很想問 就是 唐慕明就是 關於就是 就是 怎麼調適自己 這塊 對 因為其實 剛剛我們講的就是 談戀愛 或是攪拌 是一件事情 但是關於分手之後 然後 您會建議什麼人 調適自己 因為通常 我聽到很多人 他會來找我們 或是他 成為我們 就是的一些用戶 他其實是 因為他就是 港實力 對 然後他就覺得 自己還能 需要一個 轉換的情境 然後想要認識更多人 所以他很愛找我們 然後我們其實也很 想要幫忙他 但是我們覺得 他應該 有13號 可能要先 調適自己一下 會比較好 對 我聽懂你的意思 就是說 不然的話是 好像有一點 他還帶著上一段關係 在認識別人 對 那這個對那個別人 也不一定好 是不是意思是這樣 所以也想問唐鳳妮 我調適的方法 都是睡覺 睡覺 對 每天睡到八小時 對 那一天有不開心的事 可能睡到九小時 就這樣 沒有別的 所以 就是 就睡完之後 然後就 完全就沒事 對 睡完就好 我看了天能 那一部電影之後 睡了十小時 對 對 因為很複雜 對 醒來就都看懂了 哦 了解 嗯 然後 咦 那 剛剛 不好意思 有點挑 沒問題 這一開始 我們其實 就是在自己 練 對象的清淡 對 以外 然後 然後 我在跟對象 可能稍微對了一下 自己 必要的條件 像是可能身高啊 或者是智商 量化的 對 量化一點點 然後之後就會到 感覺這一塊 然後 通常就是 我自己啦 可能就會覺得 欸 可能對方做某個舉動 然後我就會 欸 通論欸 因為很多時候 他不是只是 對方做了什麼 而是你當時 在什麼狀態 你的狀態 如果不一樣了 他做完全一樣的舉動 也沒有用 對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 可能 呃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感受 或這個關係 才是真的 只是剛好這兩個人 是載體 如果你知道我的意思的話 嗯 嗯 所以其實可能 搞不好換個環境 然後同樣的人 然後 嗯 可能會去完成不同的 對 因為我們像我們現在在的地方 這整片文化部 叫做當代文化 就是 呃 實驗場嘛 對 那在這邊有很多藝術 對 那它是美的 嗯 可是 呃 因為是當代藝術 所以也不一定大家都覺得 有什麼美 那是完全是看緣分 嗯 那有時候 然後它展出一個東西 那有些人覺得看得懂 欸 這個有打到它 覺得很棒 但是完全一樣的東西 另外一個人經過 因為我們圍牆拆掉了嘛 很多人經過 完全看不懂 而且覺得說 這個也配叫藝術嗎 對 是有一點這種感覺 對 如果那天的 呃 天氣有點不一樣 氣溫有點不一樣 陽光的角度不一樣 等等 欸 說不定剛好相反 第一個人會說 欸我看不懂 第二個人會說 啊這個真是太精妙了 對不對 對啊 嗯 了解 有有有 有回到 有回答到我的問題 嗯 那 彤光您覺得 因為其實 我們現在 呃比較偏向是 異性戀的 族群 那 呃 因為現在其實有很多第三性戀嘛 對啦 那 其實我們的問題 主要其實是覺得 呃 對 對 沒有沒有圖文不符 對 沒有沒有圖文不符 沒有沒有圖文不符 對 我們其實有很多女生 她其實是 因為真的沒有在科技圈 然後還是工程師居多 對 然後他們也是想要透過我們平台 找到適合的女生朋友 對 對 所以其實我剛剛的問題是覺得 對 對啊 然後我們您看待這件事情 就是男生和女生 跟你如果去問 呃 一個女的同性戀 嗯 問她說 欸妳跟女生之間有純友誼嗎 嗯 她一定說有啊 嗯 嗯 對吧 不是她碰到的每個女生 她都想要發展 嗯 就是親密關係 嗯 嗯 就是一樣的道理 嗯 嗯 哎呀 很多人很好笑的耶 嗯 就是我們還有一些 因為我們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朋友是 她是 嗯 就是學生 嗯 然後她也是對我們這個平台很有興趣 然後現在在幫我們 就是做一些marketing 哦 所以其實你們有多一個後方表 對我們還有另外一個 對 那她有一些很有趣的問題 像是唐鳳寧明明信月老 嗯 對 因為其實現在有一個 不知道唐鳳寧有沒有看過 就是最近有一個很紅的YouTube影片 就是教你如何拜月老 嗯 然後 我聽說過但沒看過 對 就是她其實就是 她裡面的內容是 你必須要很詳細的練 你自己想要對象相見 嗯 然後同時你也要反思自己 到底 嗯 就是怎麼樣遇到這樣的人 然後你自己其實是 自己是不是也是同樣這樣子的人 理解 對 聽起來很有教育意義 對對對 就是回到回到那個問題 對 就是唐鳳寧相信月老這件事情嗎 嗯 相信求贏人這件事情 我相信任何信仰的力量 任何信仰都有力量 嗯 任何信仰都有力量 對 就是你不管是信月老 還是信太陽神 就是阿夢媽之類的 對 就是反正你只要有信仰 那個信仰本身就有力量 嗯 了解 那唐鳳本身是 我是信仰信仰本身 哦 嗯 嗯 好深厚的一日 對對對 我就相信信仰的力量 本身 不用特別信仰什麼 信仰 自己 對 你只要有堅定的信仰 其實不一定要信什麼 嗯 嗯 這句話我也蠻同意的 對 其實我就是一個 就是mix在一起 對啊 就是爸爸是基督教 媽媽是佛教 對啊 然後男朋友是天主教 嗯 對嘛 所以我就傳說在不同的信仰的時候 對啊 然後我覺得信仰其實 就是自己體外化 對 就是自己那個信仰其實 都在講究的是一個 就是怎麼樣 和平啊 然後自己心態的調整 對啊 你不管把它叫什麼 其實都一樣的 嗯 了解 嗯 你問好的 嗯 就是 我們其實遇到 我們很多members 就是 我們覺得有一個狀態 就是 其實在近 很多人在關係 遇到困境 有一個原因 來自於 就是他本身 並不是非常的 自我了解 以及 他也不是 那麼 了解他 適合或是 喜歡什麼樣的 對象 那 想問 Ordrid 對你們這塊有什麼建議 或是想法 嗯 就有很多方法嘛 好比像我之前我在那個 諮商心理事節 有錄過兩支短影片 講的就是你可以養成 其實心裡沒有不舒服 但是就去找心理事療 的習慣 那這樣的話 他好像一面鏡子嘛 可以幫你看到自己的心理的 各個層面 而且最後那個鏡子也會住進你心裡 等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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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現在還有一個問題是 不知道唐鳳 您有沒有遇過一些朋友 他其實就在一段很不好的感情中 嗯 嗯 但是他自己又抽身不開 嗯 您會對這樣的朋友怎麼樣的建議 不過我沒有永遠抽身不開的 總是有一天就會登出了 嗯 嗯 所以您就會就是 會幫忙他嗎 還是就是 嗯 我覺得主要還是說 他的人際關係有沒有平衡嗎 嗯 就是說如果他在一段關係裡面 他覺得欠缺的 他用別的 嗯 關係 朋友關係 或者是他的工作 研究上面的興趣 他的嗜好 等等 欸在那方面可以有所平衡 那我覺得也就還好 因為畢竟不可能說 人所有的心理需要都是 完全有另一個人滿足 這也不現實 對 那所以只要有平衡 我覺得就是好的 嗯 就是自己自己找到一個 就算在眾人認為是不適合關係 但是自己自己找到一個平衡點 就是說你可以跟其他人發展 不一定是親密關係 去平衡掉 在這個關係裡面 欸別人絕對不平衡的部分 這樣 嗯 了解 那另外一個面對 嗯 對 怎麼會 怎麼會 要你確認自己 就是真的想要跟這個人 是從親密關係 再進到長久的辦理 你為什麼去確認這件事 我覺得這個也是跟藝術品是一樣的道理啊 就是說 你看到一個藝術品 但是 藝術品就是對你有一時的影響 那你可能記得 但是也有一些藝術品 它就會跟著你一輩子 好比像說 摩娜麗莎 我小的時候那個就是 就是家裡也彈鋼琴啊什麼 上面都一直掛著一個摩娜麗莎的那個畫像 然後我就覺得我在客廳任何一個角落 他都在看我 對 因為彈鋼琴畫那個時候有這個效果 他的那個 的那個角度等等 欸 那那那那樣子的一種感受 就是跟蒙娜麗莎相處的這種感受 欸好像就是一直都跟著我 就是不管這個後來已經搬家了 事實上也已經沒有那一幅畫了等等 事實上後來我也去了洛夫宮了 對那但是就是在過程裡面好像 他是一直跟著我 在我腦裡有一個完整的這樣子一個影像出現 那我覺得這個是 你問我在哪一點上 從欸他從只是好看的藝術品 變成好像我生活的一部分 哪一個點上從我生活的一部分 變成好像隨時都可以召喚出那個樣子來 我好像真的講不出來 好像沒有一個時間點 它是一個很漸進的過程 嗯 嗯 那可以大家蠻抽象的 那那那這個會隨著自己的時空環境 或是年齡以及人生經歷而有所 一定會有所 一定會有所轉變 一定會有所轉變 一定的啊 對啊 那就算是畫家本人 也會有什麼時期 什麼時期 什麼時期 就是一定都會的 然後所以如果轉換你之後就是 嗯 你相信就是跟著心走這件事嗎 還是你會怎麼去闡述 跟著心走是什麼意思 就是跟 有人會說 就是對於 Follow your heart 對對對 就是英文字翻過來 跟著感覺走 跟著心走 好像沒有人在講這時候 跟著感覺走 我們這邊是講跟著感覺走 我覺得跟著感覺走當然不錯啊 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因為如果不是跟著感覺走 基本上你不會碰到任何sportanity 就是不會碰到任何出乎意料的東西 因為你都不跟著感覺走 結果就是什麼都是計算好的嘛 那你期望得到什麼 你要嘛得到 要嘛沒得到 但是那是純量化 那就算稍微往外擴置化一點點 也是在這個量化的邊界上嘛 就是說如果你剛剛講已經設定升高了 那你碰到的就加減一公分嘛 就是因為你都已經設定好了嘛 或加減五公分 或加減十公分 可是那個是一個量化的標準 再加上一個量化的容許值 但如果是跟著感覺走 那你看到一個就是 我不知道一百五十公分的 忽然間喜歡上它 那這個時候 你當然本來那個量化標準 你就完全忘記了 對啊 常常會有這樣的情況 對啊 那我想問唐鳳明就是 之後未來還想要找另外一半嗎 你說這是在拉客戶的意思嗎 我們已經進入Gross Hacking了 沒有 我今天很好奇就是像林這樣子的 對 就是這樣的角色 然後會怎麼樣想要找另外一半 是特別會想要用 就是未來還會想要回用OKCupid嗎 不會我好想要用OKCupid 不會啊 我覺得到這個年紀 其實對我來講 最主要的都已經不是之前那種好像很新鮮 可以認識很多人 我現在很珍惜就是 很多之前可能只是在工作或研究上認識的人 但隨著大家年紀都大了 那就變成是好像可以有更多人生的事情可以聊 不是只有只能聊Pearl的情況 對 像那個公川打野 他自習跟Miyagawa 有一陣子 我跟他是只聊Pearl 那我們在CPen上 Simon Cozen是最多貢獻的嘛 我是第二 Miyagawa是第三 反正就前三名就一直是我們三個人 對 但是我跟他在很年輕的時候 基本上就只聊Pearl 不會聊別的 那在現在 因為我們都有一點年紀了 那就有非常多東西可以聊 嗯 可以 就是現在 就還沒有 就特別一定要找另外一半 但是就覺得 跟很多不同的朋友 然後可以 就本來是比較工程師的那種 單面向的 或者至少自由軟體好吧 也算社會運動 雙面向的 但現在就各個面向都可以發展 對 哦 了解 嗯 嗯 也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嗯 好哦 謝謝 謝謝 謝謝您的時間 嗯 嗯 然後 我們就在外面拍了 好 謝謝 謝謝 好